大家好,我是天鹿,欢迎您来到天鹿漫游 最近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 由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他坚持要彻查中国的病毒实验室 给全世界人民一个事实的真相 中共官媒央视大裤衩电视台 连续三天高规格在新闻联播中 批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严厉指责蓬佩奥犯下了超越做人底线等数种大罪 甚至被骂成是人类的公敌 这大帽子可是扣得不小呢 我倒是想说 蓬佩奥,恭喜您啦 看来川普之后的美国总统不是彭斯,就是你了 能让共产党如此丑态百出的跳脚大骂 只能说明你要干的事太对了 正是点到了共产党的痛处 而这一次由于中共掩盖疫情 导致全世界几百万人得了中共肺炎 现在全世界都在向中共追责 而且现在这个全球的追责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 共产党显然已经是招架不住了 所以呢 他只能撒泼,打魂,抵赖 他没有别的招,也就只能打他嘴炮 在央视上泼服骂街 而且骂得很难听 骂得毫无底线,毫无羞耻 这也正好是撕下了他伪装的面具 让全世界看看中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我们都知道,感知荣辱是人力深处世 且区别于禽兽的最主要的标志 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那么相反,把骂人等等这些丑恶 反以为荣,混淆荣辱 则是禽兽的主要标志 甚至是禽兽孤辱 大家知道,作为人类公敌的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的共产党 反过来却说蓬佩奥是人类的公敌 除了让人笑掉大牙以外 正常的人都能意识到 被共产党授予人类公敌的称号 是一种无上的荣光 一个让全世界几百万人得了中共病毒 消灭了全世界几十万人 而且是这场病毒的产生地的中共政权 难道不是更有资格做人类的公敌吗 就连古代的大辱孟子孟老先生 他都看不过去了 孟子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习兴 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 又说 无侧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耻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听听看看 再这么对比一下 这话里话外啊 共产党就是非人也 的确 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禽兽不如 你看啊 病毒从自己这来吧 偏偏就要甩锅给美国 说是从美国来 现在全世界向中共发难 要调查他 他就开始耍赖 大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人类的公敌 再次上演起一副 我是流氓 我怕谁的嘴脸 真的是毫无廉耻 但是群众的眼睛呢 却是血量的 有网友说的好啊 中共骂蓬佩奥是人类的公敌 我觉得呢 蓬佩奥是人类的救星 也有网友说 凡是共产党辟谣的 都是事实 凡是共产党批判的 都是好汉 没错 说的还真对 共产党说谁不好 那这个人肯定差不了 共产党说谁好 那这个人呢 也肯定是坏的流油 虽然在中国大陆 共产党掌握了话语权 但是在共产党的话语里 只要是你掌握了反过来看问题的这种思维方式 你就能看清事实的真相 话说这蓬佩奥啊 也的确是条好汉 作为美国前中情局局长呢 他1986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工程管理本科学位 1986年到89年的冷战期间 他在美国军队服役了五年 是负责巡逻西德东德和杰克斯洛伐克边境的美国陆军军官 在1994年 蓬佩奥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 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 从2011年1月份开始 他是堪夏斯州第四选区的美国众议院议员 2016年的11月18日 川普就提名蓬佩奥为下一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18年的3月13号 川普在社交网站推特上 宣布蓬佩奥将接替迪勒森成为下一任的国务卿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蓬佩奥的这些诸多的头衔 国务卿 前中情局局长 国会议员 哈佛法学院博士 西点军校年纪第一名的毕业生 律师 生意人 当然还有七管炎 以及吊儿郎当的父亲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大开脑洞啊 想把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和人民公敌的称号联系在一起 而事实上呢 这些年作为中共认证的突破人类底线的人民公敌 美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蓬佩奥 他是一直坚定的站在川普的身边 成为川普的左膀右臂和白宫的重要幕僚 我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谁是美国国务卿的最佳人选 当时呢也是想给川普啊出谋划策 认为能够进入川普视线范围内的成为国务卿候选人主要有这么几个 那就是当时这几个人的呼声啊比较高 一个呢就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罗姆尼 一个是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 还有一个是美国助联合国大使博尔顿 还有一个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资深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 因为当时是11月18号 川普把蓬佩奥提到了中情局局长的位置 所以呢我就没有考虑蓬佩奥作为国务卿的候选人 那最终啊川普选了和俄国走得很近的蒂勒森作为国务卿 当然呢最后川普还是fire了他 换上了现在这个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 不管怎么说吧 那经过几年的观察呢 我发现川普的确是火眼金睛 无论是副总统彭斯还是国务卿蓬佩奥都是川普最好的搭档 所以呢现在我就不太需要再替川普大爷操什么心了 中共病毒是从中国共产党国制造出来的 那中共隐瞒疫情打压吹哨人 他不顾人民的死活 酿造了所谓的盛世春节气氛 结果呢就错过了防疫的最佳时期 于是中共就不得不承受打压吹哨人所带来的封城的代价 那中共在封城后又进一步的隐瞒疫情的真相 公布出来的确诊和死亡人数只有实际数字的这个十分之一 甚至是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在中共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上需要再加上一个零 甚至两个零才能接近于真实的数字 同时呢中共又花重金收买了世卫组织秘书长的这个谭德塞来替中共背锅 由于世卫的谎报和对疫情的遮掩呢 就让全世界各国都误认为疫情不是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可怕 除了台湾以外 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及时的做好对这个瘟疫的准备工作 因此才导致了今天全人类都在经受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灾难 那这到底是谁酿的祸呢 谁是公敌呢 这不是很显而易见的吗 那就像这一次他集中火力对准蓬佩奥 那肯定就是要把他劈倒劈臭 老百姓呢他一煽火头脑一热 立马就可以毫无理智不负责任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怎么骂就怎么骂 跟着共产党啊一起骂人一起作恶 因为这就是战队 你骂人就是爱国 可是咱们老百姓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共产党一样学着骂人呢 你不觉得你变坏的样子 你骂人的样子真的很难看吗 我真的很希望那些感情受到冲击的中国人 好好地想一想 真正的爱国 真正的想要保护中国 并不是党和国的不分 中共是中共 中国是中国 共产党做了恶 不代表你就要替共产党去掩盖事实的真相 更不代表家丑不可外扬 咱们举个例子 这就好比一个家庭 丈夫对妻子家暴 你作为孩子只管看着 也不去制止 反而在邻居想要来帮助制止暴力的时候 你却说什么 你说没事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你别管 你看狗都听见了 可是呢当你妈妈被你爸爸给打死了 你没了妈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要对你爸爸说一声谢谢啊 你不觉得这一声谢谢是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吗 更何况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想一想 当初正是李文亮等一些医生最先把疫情揭开 可是却被扭送去了公安局 却毁过 延误了疫情的公开 才导致这场瘟疫在中国武汉大范围的蔓延 到今天变成了全球紧急公共安全事件 你不在其中吗 你难道不是受害者吗 当初李文亮医生的死还在眼前 转过来没多久 共产党煽动你 你就又抱上共产党的大腿部撒开 自以为安全着陆 你这不也是在替共产党背书掩盖真相吗 更何况 蓬佩奥要求调查疫情初始来源 这难道不是全人类都应该了解的真相吗 这难道不是中国人更需要了解的事实真相吗 中国人很爱国 对不对 对 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 但是朋友你要知道 可是今天的这个中国 国以不国 你爱的不是国 你爱的是共产党 你爱的是去帮着共产党维护它的统治 你把共产党的话当成了闺孽 你生怕自己的政治不正确 不小心越雷池一步就招来杀神之祸 轻则请去喝茶 众则入狱关押 因为有太多的牵扯之剑 让你顾不自封 小心翼翼的裹挟着你自己的恐惧感 生怕哪一天因言获罪站错了队 生怕政治不正确让自己一败涂定 这就是今天很多中国人的样子 我说的没错吧 可是这种没有尊严的日子 你苦不苦 你的良心安不安 你活得快不快乐 这些难道你就不在乎吗 今天很多人说 今天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 错 今天的中国人是被彻底打趴下了 共产党可以任意的把好人送进监狱关进精神病院 践踏着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甚至可以肆意的管制 甚至活摘人民的器官进行谋取暴力 但是人民却无可奈何 连坑一声都不敢 更无从反抗 所以我才说 中国人民实际上是被彻底的打倒在地上了 连做好人说真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可不可悲 陈秋实律师在被抓走前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连死都不怕 我还怕你共产党吗 如果今天更多的中国人都能站出来 说我就不怕你共产党 向共产党问责 向习近平问责 这才是中国的明天有个希望 如果说极端主义是人类的公敌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 那这个善于编织谎言 而且用精致的谎言屠杀人类的中共邪党 更是超越了一切主义 和几古今中外之最恶的最大的人类的公敌 庆赴不死 鲁难未夷 中共不废 事无宁日 愿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加入天灭中共的大潮 认清人类的公敌共产党 退出中共解体中共 才是我们这个民族重生的希望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也想和朋友们分享一张 我在去年10月1号拍的照片 这张照片上呢 海的对面有一个坐落于欧湖岛北部的 一个像草帽一样的小岛子 其实呢 这个小岛啊 它就是有一个可爱的名字 叫做草帽岛 而更有意思的是呢 这个草帽岛 夏威夷当地人啊 没有把它翻译成英文的 Hat Island 反而呢 是把它叫做 Chinaman Hat 直译过来呢 就是中国人的草帽 中国人的斗笠 我当时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想 一个远在夏威夷的小岛 都和中国有这么大的关系 都能以中国的名字来命名 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方面 是不是也和中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答案是显然的 那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地球村的话 把这个地球村缩小缩小再缩小 放到这张图片中的话 那么在海的那一边是中国 在海的这一边是西方 我们今天通过这张照片远远地看着小岛 就好像全世界都在隔空关注着中国一样 如果把这张照片再放眼到今天 可以说疫情之下没有孤岛 全世界都彼此相连 在寻找这场病毒来源的问题上 全世界都想做的 就是揭开草帽 露出它的真容 真心希望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岛 能够让它的岛民早日迎来 属于它的岛屿天光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天璐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订阅与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天路漫游 对了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因为你会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节目更新 同时呢 也欢迎您在我的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在今后的日子里 让我们相互陪伴 共同成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咯